高雄市长城局大力宣导禁烟禁堵 但是就在城局开市政会议的时候 中市的镜头独集到市府停车场 有好几名首长坐车的司机一起打牌抽烟 看到记者来还把扑克牌丢在地上试图掩盖 公园的行为再度受到检验 市长城局在楼上开市政会议 中村镜头独家直起市府地下一楼停车场烟雾缭绕 居然有十多名局处首长的司机 聚在一起打牌抽烟 公务车司机眼见记者来了 仓房中把扑克牌丢在地上 还用脚踢到车下企图隐藏 现场一阵慌乱 烟蒂明明散落一地 墙上大大的禁烟标志就这么贴着 司机还睁眼说瞎话 那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看我们也没有穿我们那种 也没有做问题 对啊 但是这些烟红 烟纸还蛮多的 整个都是浸烟 所以最多公主如果像你们这样子 有没有有烟地 然后呢 突击检举的市议员高度怀疑有人拒赌 但现场的司机都不愿透露 所属的首长姓名 只说大家是在玩牌打发时间 但这样的行为 对于无时无刻宣导戒业的高雄市政府来说 真是一大讽刺